明星片酬居高不下,一直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。 广电总局也多次表示要正对明星天价片酬一事,早在今年年初总局就提出今年还要好好抓明星片酬过高的问题。 近日某媒体从知情人士处或稀接下来将严控综艺节目《艺人的片酬》,每期节目《艺人总片酬》不能超过80万。 常驻嘉宾一季节目下来的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。 在过去几年综艺节目明星片酬水涨船高,某明星一个一家某某节目的新闻都已经不是新鲜事。 普通的二、三险明星上节目的片酬也有几千万明星天价片酬之事。 不仅发生在综艺行业,电视剧片酬同样一路飙升。 这些天价片酬引起了广泛关注,总局今年也针对天价片酬发布几项通知。 年初就提出将重点抓片酬过高一事。 有媒体近日获悉综艺节目《明星片酬》也开始进行严控。 此前动辄明星片酬上亿的时代将彻底说再见。 此次要求每期节目一人总共片酬不能超过八十万。 一季节目所有明星片酬加起来不能超过一千万。 部分节目制作方表示确实有听到这样的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片酬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